亲爱的菲比的家人 弟兄姊妹 以及亲朋好友 我是台北荣民总医院宣传科医师 陈正帆 菲比是一位非常勇敢的女孩 那么年轻就得了那么严重的 恶性的骨肉瘤 必须节肢 同时接受多次的手术切除 以及许多的化疗 而且效果的不太好 但她没有因此而放弃梦想 虽然她只有一只翅膀 她仍然勇敢地展翅飞翔 事实证明她做到 她飞得好高 好亮 成为许多遭受挫折的年轻人 勇往直前 努力奋斗的好榜样 这是大家所熟悉的菲比 但对我而言还是客观的菲比 我真正的主观的认识菲比 是今年一月初 我听说她住院 我邻里受到催促 想去看望她 在看她之前 我查了她的病例资料 赫然发现 骨肉瘤已经转移到心脏 造成死晒 以至于肝功能严重受损 她已经命在旦夕 随时会因为肺酸晒 呼吸困难 肝昏迷 败血症而死亡 对于临终的病人 大部分医生的想法 都会是帮助病人和家属 进行安宁治疗 让病人在离世之前 享受人性的尊严 当我去看她的时候 我能够做什么呢 我要如何扶持她呢 如何安慰她呢 我能够带给她一丝希望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 当下我立即就上网查文献 我在Google search 说了两个关键字 Ostic sacom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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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就跳出一篇 非常类似的病例报告 一位二十岁的年轻男子 因为骨肉瘤结了幼伤心 结果骨肉瘤转移到心脏 造成阻塞 他的医生决定开心手术 移除转移的肿瘤 病人他就得以存活了一段时间 这个意外查到的成功治疗的案例 瞬间给了我勇气 我随即到了病房 看到贝比 我没有安慰她 我直接了当地告诉她 你有没有未了的心愿 如果有机会延长半年的生命 对你重不重要 如果很重要 就只有一种选择 请心脏外科医师 清除心脏和血管里的肿瘤 他思考了一下点点头 一位医生要直接告诉病人坏消息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尤其贝比他并不是我的病人 我应该没有这个责任 我甚至没有这个权限 直接告诉贝比病情 并且提供治疗建议 而没有事先跟贝比的家人沟通 当我告知贝比之后 贝比的爸爸和弟兄 才和另外一位弟兄走进病房 我重复了坏消息 告知了开心手术的急迫性 然后我们就一起祷告 祷告完 我立即和心脏外科医师联络 心脏外科医师他还在开刀房 他知道贝比的病情 但还没有来会诊 他很压抑我的建议 他直接的反应是 就让贝比平安地走坏 为什么要让他承受那么大 风险又高的 要使用人工心肺肌的开心手术呢 他反问我 贝比未了的心愿是什么 就算是他可以撑过开心手术 可是他那么虚弱 手术后很可能会移不开加入病房 移不开呼吸器 也就不可能去完成他的心愿了 我真的被问答 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贝比的心愿是什么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 贝比有一位这么爱他的希腊男朋友 后来我才知道贝比的心愿是要飞到希腊去见利恩 贝比的妈妈跟我说 机票都已经订好了 后来这个心愿居然又升级了 而且又实现了 那变成了一个神圣的婚礼 这是另外一个奇迹 我与心脏外科医师通完电话的当天晚上 我的心里非常的激动 我就写了一封很短的信给外科医生 还附上了那天病例报告的论文 我在信上说 我了解手术中和术后有很多的风险 所以我们需要奇迹 我在行医的过程目睹了许多奇迹 我相信你也一样 外科医生没有回信 我们也没有再联络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冒险开刀 我也不想给他太大的压力 毕竟我不是菲比的主治医师 我也不是菲比的家属 我没有任何的立场 表达强烈的治疗建议 之后我也没有再去看菲比 我不忍心看他被肿瘤攻击的样子 我曾经把他听诊 我可以想象出 肿瘤在他的心脏里面飘动了可怕的样子 我不愿意再听到这个可怕的声音 我知道菲比没有立刻接受手术 我就知道他随时都会走 所以每多回一天 我都觉得这是个奇迹 是主的保守 在玉令开刀的前一天 日庆弟兄打电话给我 他告诉我 外科医生同意帮菲比开刀了 因为家属愿意接受手术后一切的后果 我听了好高兴 这是个奇迹 归荣耀给神 因为我以为菲比放秀 外科医生也放秀 我真是个小信的人 但第二天 又发现菲比 他的凝血功能有问题 手术必须延期 我的心情又顿时落入谷底 菲比的肉体生命在倒数计时之中 没有人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 只有主知道 求主赐给我信心 赐给菲比作用的恩典 今年1月11日 终于菲比送进了开刀房了 全会所的弟兄姊妹都在为菲比祷告 完成手术之后 我立即打电话给外科医生询问病情 他告诉我 心脏里的肿瘤已经清干净了 心脏的阻塞已经解除了 但血管里的肿瘤没有办法处理 我听了非常感动 我知道他已经尽力了 我在电话里向他表达最真诚的感谢 我的声音几乎哽咽 我由衷地佩服这位救命的外科医生 我知道菲比已经送到开刀房 恢复室了 我就去看他 我看到菲比醒过来了 他的双眼好明亮 但他仍然在使用呼吸器不能说话 但是他用他的一根指头 那么向我比出OK的手势 我拿出听诊器 帮他听诊 我听到他的心音非常沉稳不及 第一心音非常有力 肿瘤飘动的声音听不到 我告诉他 心脏里面的肿瘤已经干净了 请他坚持信心 继续加油 离开恢复室 我的心里好激动 我的眼光都湿了 我是一位心脏科医生 曾经受过严谨的科学训练 也持续不断的从事医学研究 直到如今 对我而言 什么是奇迹呢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奇迹吗 贝比开心手术成功的故事 激励了许多人 我看到贝比在书后 在编书上写了一篇文章 其中有句话写着 我是个预备好接受奇迹的人 因为我相信 主一定会给我最好的安排 神啊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卫你们的心怀意念 贝比比书四章七节 他的感受是真实的 他已经为主做了最荣耀的见证 我很幸运也亲身经历了一部分 非比所经历的奇迹 因为我有一师的身份 所以我经常有机会 在最佳的角度 亲自参与许多人的生命中 最精彩的变客 不会珍惜这个福气 也愿意做一位见证人 为非比 也为主见证 这一连叹 一个接着一个 让我深受感动的奇迹 愿荣耀归主 Amen